战争带来的后遗症不容小觑 前几天刚和丈夫从袈裟返回都门的大马公民 努鲁爱因 在接受马新社电台访问时表示 虽然知道自己已经安全回国 但是每一次听到巨响 还是会潜意识 想要赶紧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生怕会被炮弹击中 他在当地亲眼目睹 也经历了生离死别后下定决心 只要律师 力所能及都会尽全力帮助那些 还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加沙人民 心有余悸的努鲁爱因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 一一道出他在加沙和尤尼斯 所经历和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希望可以让全国人民 对尾巴局势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他说受困在加沙超过40天 那是他人生当中最煎熬 和最无助的日子 想要生存下来 靠的不只是意志力 还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在那里 炮火的轰炸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久而久之 对他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现在虽然已经安全返回大马 但是每当听到剧响 那股恐惧情绪就会涌上心头 让他相当不安 实际上 当我听到一些东西 甚至在LRT后 我刚刚到LRT后 我好像在哪里 还是在哪里 Nulu爱因透露 她的巴勒斯坦及丈夫 常年在国外工作 有九年没回乡跟家人团聚 后来她与丈夫组成小家庭后 也一直没有机会拜访婆家 所以这次小两口决定回到 加沙和家人去一聚 但又有谁会料到 战争就在这个时候发生 让他们猝不及防 尽管加沙现在很多地方 都成了废墟 死伤惨重 但是她的丈夫透露 还是有很多人不愿离开 想要守护家园 包括自己的父亲 罗路爱因和丈夫已平安回国 但他们还是心系加沙人民 也正因为亲身经历过那段黑暗的日子 让两夫妻下定决心 竭尽所能帮助还受困在那里的人 同时也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 不再有更多人成了尾巴冲突的牺牲品 马青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